它有出两本,一本是出阶的,一本是比较高阶的,这个就在它呢,比较高阶的 第二,第二选,OK,好,请大家来注意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就从我们的第二师方 Direct Equation 好,那我们要讲到Direct Equation了,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手机会不会有太多的限制了 它对真词的状况很麻烦,比如说像我们的电子的spin,它就没有办法描述 关于有一些,这个,演练跟产生,它也很麻烦 那关于这个速度比较快,它也不想应该怎么可以是快 OK,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看看 古代的人呢,至于现在,你其实也没有很早,至于现在才90年 那个时候,他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OK,好,第一个,我们先回到Direct Equation OK,Direct Equation Direct Equation 好,假设这是第一个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看,这个是什么样的小Direct Equation 第一个,它跟时间有关系 左边是时间,对不对 右边是什么,空间 所以呢,它把这个时间跟空间啊,分布在我们这个Equation的左右两侧 感觉上,我们呢,在处理古典的时候呢,我们都喜欢怎么样 把空间跟时间拆开啊,把空间跟时间拆开 混在一起总是比较麻烦,对不对 好,那 第一个事情,我们从这边可以观察到 它这个呢,它这个呢,最主要的呢,它,比如说你解释了Wade Equation 那什么叫Wade Equation 某台啊 但是呢 很快的,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假设你马上自己的Complex Country 可以在成长自己的时候呢 你得到的是一个什么 例子的机遇 对不对 它呢,describe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of the part 你描述这一颗的 例子的probability density 当然,假设你有很多颗 那你家就描述很多颗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个pollicle等生并不会不见 也不会产生 所以呢,在我目前里面呢 这个它是个什么 保守的 OK,它是个肯定的量 OK,这是熊丁哥的推荐告诉我们 所以在这里面,它有没有产生,有没有消灭 没有 OK,它就很简单的这个东西 第三件事情 它对于这个例子速度 很慢的呢 描述的不错 很慢的呢 比光速还要小很多的呢 描述的很好 所以呢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 它是什么 非相对论 OK 那么紧接着呢 在1926年的时候 大家就在想一件事情 现在是2011年嘛,对不对 2011年 8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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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在想一件事情 怎么样把相对论的东西把它写 你要是仔细看的话 这边是好像能量 然后这边呢 也是能量 一个是 一个是 跟实际有关系的 他就把它写成这样 待会我们看看 它怎么可以导出来 在此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特色 它就提出了这个 这叫Claim-Golden-Equation 这叫Claim-Golden-Equation OK 它想用这个来描述 在相对论的下面呢 所想描述的现象 但是你一看啊 第一次跟第二次啊 差别非常大 第一次左边呢 它是实际的两次方微分 第二次 到第一次呢 第一次呢 第一次是什么 Shading-Gold-Equation 左边只是实际的一次方微分而已 对不对 然后右边呢 然后右边 大家都一样 都是怎么样 都是这个 位置的两次方微分 看到没 全部都是一样 当然 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将 未能加进来 这个地方已经将未能加进来 也就是说 你例子说出了未能 我要把它加进来 假设你要加 我可不可以把未能 加在这个地方 当然可以 对不对 不过你要是仔细看的话 你马上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假设这个东西呢 就像我们先前说讲 P呢 负IH8的L 对不对 假设它是这样子 那么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负了 把H8平方 L的平方 代表是一个动量 P的平方 所以它是个动能 所以这个动能 跟这个很像 right 但唯一有个差别 它多了一个什么 M C M平方 C四四方 假设你把它拉出来看 它是M0 C平方的平方 记住 这个地方M0 我不再写M0了 我们在相对论的时候 M0指的是什么 禁止质量 所以所有M 通通代表的都是禁止质量 OK OK 0 max OK 我不晓得 可不可以这样 OK 就是max address OK 那 这个呢 我们来看看 第一件事情 它们全部 它这个是个什么 一个 second order the 微分 second order dimension equation in both sides 这样子就不太好 反正它就是 二界的微分 OK 它本身就是二界 但是呢 它有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它有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 第一个 它会有negative energy的问题 待会儿我们会看 它还有什么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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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 它还有negative 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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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然来看看 所以这样子 这两个问题 一存在之后呢 马上做到 这个equation 变成一个很难解释的equation 虽然看起来 非常直觉的 我要是把这个动能向 我们用相对动能量 让我把它丢进来 就解决了嘛 right 你记不记得相对用 我那时候是做什么事情 相对用的是把 1的平方 它除了 c平方 p平方之外 和动能向的平方之外呢 它再加上一个什么 mc平方 所以就 就像那种 镜子子那样 跟动能量 是相加的 ok 我见到壁式定理一样 除了你 有欲动的动能之外 我再加上你镜子 像那样 感觉上都很直觉 但是它却出现了很多问题 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也会去描述 跟我们所想象中的 直接从小军会变过来 不太一样 那不太一样 那不太一样 那怎么办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就那在1934年的时候呢 Pauly 还有 Waith Kohl 他就解释了 其实这个医科学 跟守定谷医科学不一样 守定谷医科学 他最主要是在描述 一颗粒子 他的运动状态 他不再是一个粒子的运动状态 他不再是一个粒子的运动状态 而是一个厂方人士 他是个厂方人士 你用这样的厂方人士来看待他的时候呢 就非常棒 那这个时候他可以描述什么呢 当然 这么简单的变写 他没有办法描述得很完整 他能够描述的是这个厂 怎么样 他的spin 他可以描述的 这种例子 这种厂 所以像拍粒子 就可以用这样的描述 那么到1928年之后呢 各位给你看看 这个试试出来是1926年 到1934年呢 Pauly跟Wesker 终于对他重新解释 稍微解释的同意 但是事实上呢 Direct呢 他一开始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那1928年才隔两年 他就提出啊 相对论上面的Direct Equation 他就提出啊 是Proposed OK 好 那么Direct Equation一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它非常好标 很多问题呢 都可以进入里面下去解决 好 那么我们呢 现在Follow这个课本呢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不要讲到太多厂上面的问题 厂问上面不讲 我们呢 还是集中在一些particle上面的心困 OK 比如说我们新天子能界的Finds 到底是怎么样 等等这些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要重新再来看看 在我们这个当中 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们刚刚在讲的 就是什么呀 Rho RT的这个 我们知道 假设呢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of a particle OK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在我们一般非相对论的 量子地学里面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事实上呢 你在空间当中的每一个位置 Exactly的位置 Exactly的时间 你可以知道 它这个时候的Rho 是能够多少 OK 你可以知道这件事情 OK 你没有办法 It is impossible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做这件事情 OK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那既然你没有办法 决定它exactly的位置 那我们 也就是它告诉我们 你只能不知道 它在某个大鬼里 OK 它的一个行为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No 平常而言呢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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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只能夠去描述它的機率密度,在一個康域層層層,或什麼方便? 我們來看看,假設這樣會發生什麼事情? 假如,這個particle,我們這樣來看看 我們描述它的時候,我們就說,OK 它可以明確地知道,它大概可以除它當作C的C 這個大小裡面,也就是說,你描述的範圍的精確度很高 本來呢,相對的告訴我們說,它能夠描述大概只有content,for sum的範圍 假設我把它除以c,那是不是很小 那就代表位置非常精確 假設位置非常精確,有uncertainty principle 馬上就可以告訴我們,delta p 就可以寫成h2的1 overdelta x 我們把它帶進來計算 它大概會等一下,delta p呢,會等兩倍的mc 好,這個我們還好在清楚是什麼 那我們再來計算,the energy of the particle OK,the energy of the particle 根據我們前面的,寫的那個規定 它會有根號,c平方,p平方 再加上m平方,c次次方 它可以寫成這樣,當然要加一個正負號 對不對 那假設我們把這些,把它帶進來 我們把它模擬成 c平方,delta p的平方 再加上m平方,c次次方 那麽這個時候我們發覺,這個數值 它是大約兩倍的mc OK,會大約兩倍的mc平方 本來呢,你這個particle呢 我本身的資料是m 所以mc平方本來就是它的禁止能量 結果我們發覺呢,在目前這個狀態下面 它的能量卻大於它原來的禁止能量 它是因為有在動而引起的嗎 我們也沒有,我們只是看看這個particle 它可以做什麼 所以很明顯的一件事情 假設由這個眼光來看的時候 馬上就告訴我們 這一定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假如說我們實際上描述 一顆禁止呢,處在於它的位置可以近距到 看不看位置在上面的內的時候呢 它的總能量竟然大於自己本身的性質能量 那麼就告訴我們說 particle怎麼樣 它可以怎麼樣 另外啊,creation creation 它可以讓它被產生 或者是 annihilation 或者是被消耗 你馬上就有這些 氣象出現 像說你能量比較大 那我就會產生啊 一旦產生的時候 我們這個density 那probability density 要的particle呢 它就不會 concern 它就不會保守 對不對 就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件事很容易看 第二個問題呢 也很容易看 我們知道光子 按照我們現在的方法 那是必須的 對不對 但是你告訴我 光子會不會停在空中 不錯 不會的 光子一直都在跑 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 像不如說我們要把這個飛機呢 Clan-Golden的這個equation 或者是我們要進入量子 你選今天的時候 我們去講一個單一顆地詞 它本身的解 就有它的局限性 OK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不可以這樣子來看待了 好 那我們大致上 這樣子來講一下 最終呢 就是這個direct equation 我現在還沒有寫出來 大致上 大致上 你會發覺啊 Dirard真是厲害 他憑著他想一想看 他就會建構出一個equation出來 結果還真的蠻好用 所以呢 他的直覺非常非常強 好 那我們現在呢 開始來建構 怎麼樣 從schedeco equation 我們來建構這個 Clan-Golden equation 好 那我們從這個地方開始 剛剛有一些幾個同學呢 比較晚進來 我們再重複講一下 我們呢 我們呢 derived equation的部分 我們會follow這本書 量子力學 曾經編 他寫的書 在後面 不曉得第幾張 在相對論的部分 在第十一張 那請大家呢 回去呢 可以好好看這個地方的東西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 我把上面擦掉 我開始把一些equation 慢慢慢慢把它輕鬆 寫在這個地方 正立在這邊 那我們隨時重點掉 第一個 我們先把schedeco equation 寫在這邊 化妝 我給我按鈕 ューテ 他叫做個 我們之前曾經有講過,假設這個時候的未能不明顯 Depends on p, if v 呢,它只是 v 跟坐標有關係的一個未能 跟時間沒關係,它未能不改變的狀態下面 我們就說,假設是這樣的話,它寫有0.0.0,我們就可以做得很簡單 假設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file rt,把它寫成兩個 第一個是file r,其實我前面完全一樣,只是後面我會多一個t跟t 這種式子我們都常看,這個就是變數分離法 那我把2代入1,2代入1除以2 那我們呢,左邊的式子馬就得到大t分之1 i h把d,大t,dt,對不對 所以,右边的四肢呢,就变成中国二五,之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反好,中国二五这一大串,后面呢,再对它做了,我们就有点这样,我们就发掘一件事情, 我们用变数分译法,左边呢,depends on D,右边呢,depends on position only,对不对,那我们以前呢,数学最简单的就是说,那我们就假设中间呢,它会等于一个1,这个1是某个值,我们再求就是了,所以这样呢,我们这个四肢呢,就零个可以选,第一个就break,乘两个四肢, 第一个,就是左边这个时间,D要等于E的,所以我们整理一下,计分,比T, 一大D,一小D,等于, 负的I over H bar, 一大D,对不对, 还有下面这一串呢,它会是等于,负的H bar平方,over R and delta平方,再加上V R,现在V子跟R有关系, 这一看呢,你就会发觉,下面这个四肢是什么,是Pimely Dependential Equation,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嘛,上面这个呢,马上就会求出来,RT over T, 会变成Exponential,那请能乘上个什么系数啦,Exponential-I, E, T over H bar,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那么,才会变成说,我们跟时间有关系的解呢, 就会写成为,只跟距离有关系的一个解, 只跟位置有关系的解,乘上做I,E,T over H bar, 好,这样子就注意描述,所有前进的,这是我们古典里面投高速的, OK,好,我们将这些东西啊,稍稍微要把它记起来, 所以你要是看到这样的描述,这只是很单纯的,就是我们为了呢,不随着时间而改变,它只是这个位置很数, 好,我们来跟古典对应一下,这个跟古典对应一下,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了, 一呢,五点的地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能量,一颗地区的能量可以写成, 第一个,Free Polygon,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哦,Free Polygon, 这是第二个式子,那么在量子力学里面呢,我们就很喜欢,像E啊,写成Operator,它就变成IH bar,它就变成IH bar,它就变成Pn,也写成Operator, 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所以我们把这些呢,全部都把它带进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真正的修丁柜归群,代表上面这个式, 那么目前这样看起来的话,修丁柜归群,跟五点的力学,看起来的量数差不多,OK, 那么,the solution of equation 1, E的解黑是什么呢,最简单的,就是一个什么,plane wave, a plane wave, with a specific 它可以呢,第一个,解出来就是,有个特定波长的,这个plane wave,OK,你有波长呢,你就知道它有波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整体呢,我可以怎么写呢,可以写成I, 他,k,-orter,尖调,Ι,Omgd可以写成这样,我们现在后面的I,那这一项呢,写成,跟什 셈黄 boat,就把它写成Omgd 那么,当然,这些呢,有些定义呢,必须 Нав节制定义一下 这样解到这边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很简单 你不信你就把第四个字带入第一个字 马上就没延伸 当然你也可以解除很多个波 那说你波可以怎么样 可以先清楚的 也就是你这颗栗子 它所呈现出来可以有很多种面貌 一个波包的形式 波包的形式 这个时候就代表一件事 你看这个是一个特定的波 因为K是固定的 当K不是固定的 你就把每个不是固定的K 前面乘上的系数 然后把它先进组合成 所以你可以 这是一个波包 对不对 那前面都有自己的系数了 好吧 那我们的系数一定是跟K有关系 每个不同的K有不同的系数 通常把它加起来 假如说它是很连续的一种状态 那加跟你积分 一样的 它也是 修行各个背心的系数 因为这些的一样 OK 好吧 我们现在眼光要回到我们右边 这个地方这么说一下 probability density of a particle 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 rule of p 它本身的意思就是什么呀 就是这样子 OK 名字呢 再写一下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of a particle 存在R跟T的这个特别点上面 这个电子所出现的一个机率密度 那你告诉我这个地址会不会不见 会不会产生新的地址 不会 所以你要是把它所有的几率 通通加起来 在这个空间里面 所有的几率 通通把它加起来 我们以为说 通通加起来就等于一嘛 它出现的几率一定要是百分之百嘛 所以你要是把它为一分 它永远等你 对不对 那就告诉我明天的事情 the particle number is concerned ok 它一定要保守 那么这个是我们固定的高速 好 在这种状态下面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就做一系列的简单的运作 OK 比如说呢 我们把第一个式子重写一下 我们把第一个式子 第一个式子 第一个式子是雪凌桧会选 对不对 我们把它写在这边 ih bar partial partial t 5 rt 等于 负的h bar over 2m 第二个式子再加上v 5 rt 现在我写的第一个式子抄下来之后 完全不管位能当的到底是什么 先倒写不误 ok 然后我们现在呢 再把求定规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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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这边不变 这边不变 再倒一下 这个是前面的第一个式子 然后这个我们编号 编到第一 好 这边呢 我要稍微跳出一个来的编号 ok 我把这个式子 叫做第一个 方形的式子 这个出的是 雪凌桧会选之外 我会把它变成方形的第二个式子 这边不变成方形第三个式子 ok 我们都知道这样 然后呢 我们就把第一个式子 第二个 雪凌桧会选 怎么样 前面呢 乘上一个stop compress conjugate 然后乘上 第一 雪凌桧会选 然后我们把它剪掉 这个是compress conjugate 之后的雪凌桧会选 我把它 再乘上 前面乘上的第三个式子 整理一下 这边需要 简单几个步骤 整理一下 你可以得到这样 记住这里面呢 我现在没有写R跟T 但事实上都是 因为上面都是R跟T 所以请大家不要把它分开 ok 负的h bar 等它会点准备 负的h bar 等方 over 2m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出来 好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干嘛 当然 待会有个很重要的地方要出来 所以请大家把这个流程 怎么得到紧接着下面的 就无意义义的流程 那么我们现在把下面这个式子 跟它做个体积分 那体积分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 提在这边 V呢 这个是Volum ok 我先这样子写 所以左边的一个样子 那右边呢 就造写 其实我这边式子 稍微重整一下 ok 大家回下重整一下 它变成这样 它变成这样 好 这边 就是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这样子一来 我们呢 把它细处再稍微变化一下 这个空间都被记掉了 所以这个范里面本来有空间的变数跟时间的变数 已经都被记掉了 所以实际上时间变数 所以我就把8就写成D 那么里面呢就变成这样 那它H8提过来 H8H8刷掉一个 它一提下来 再移上去就变复复复的正 对不对 那你就变得了H8 这边我造型 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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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等到这样子 这是什么东西 假如说我们从这里来看 probability density 是写出来的肉 那就代表这个地方 它会是个什么样 这边我还是会是partial 因为我帮我把它提醒来 它说你partial partial 肉 对不对 然后呢 这边会是什么 等于diversion 假设成三个叫做z 我们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告诉我们 这个是一个体积里面密度的 随着时间的变化来 这个是什么 diversion diversion是往外流通的一个flux 这代表就是你往外流通的一个flux 所以假设你在空间 能够做一个密密的圆 那么我们做这个圆 这个面呢 这个体积里面密度的变化 就相当于流出去多少 所以讲一讲句很有道理 你口袋里面的钱的变化量 一定是等于你所花掉的量 对不对 口袋里面减少 要等于你流出去 口袋里面增加了 要等于你流进来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 我们可以定一个叫Z的东西 它可以先来 H bar I MI C Store C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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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是什么 outgoing flux 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次在讲scattering的时候 我们很喜欢用flux 因为flux就是流通那个量 所以我们用这个式子来写的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Row呢 还是一样啊 就是质量的 Compress country bin 6 part OK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in space 有个很重要的点 这个 虽然说它的空间积分管就是重 出现的这个量呢 对时间为何要等于0 而且它本身一定要怎么样 大为等于0 这是一定的 有没有可能周雄存在这个空间的几率是负的 是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 老师要是在这边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有 你说我在什么会分身 我也是分布在这整个空间啊 你把它积起来就整个一个周雄 不会在某个空间积起来这边周雄的几率是负的 No 要么就是0 麻烦什么负的 OK 只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简单的一个看法而已 好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 那 Clan and Golden 那怎么做 他就说好 那既然这样子 我们就从这个相对论的状况上面来看啊 因为啊 因为啊 我们1平方 可以想C平方 P平方 再加上M平方 C四四方 OK 我们可以写出这个四方 假设这个编号呢 一直从前面编下去 前面假设我在编的时候 哎呦 怎么会编到 这个号码出来 我怎么编都编不出来 六 哦 不管了 假设我们编到这个 这个叫做第十个式子好不好 前面有些式子 我忘了把它编了 OK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把我们先前的 我们叫的E 可以写成什么 可以用什么来写 I H bar H H H T来写 对不对 P呢 可以用 -I H bar 6 来写 这种 我们通路把它看这种 那么上面的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就没有 就没有 这样 所以基本上它只是从能量来找不守 就相当于我们从5点一样啊 5点里面也是这样 E等于P平方 除以2m 顶多再加上v 把这些带进去 就得到 Schottinger equation 那 T来写的 他也是用不同的想法 我就加这个能量守恒 能量的平方等于C平方加上 C平方加上m平方 C四四方 然后把Operator带进去 就跑出一个Equation 出来了 你看我们的做法 是不是跟Schottinger 一模一样 跟Lat 这个呢 我们就称作为什么 Quand Wallant Equation 各位看看 它只是一样套路路 完全学Schottinger equation 这些个做法 好 那这样做法有什么问题 有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看 假设我们来看能量 我再把能量再重新写 能量是这样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 直接算能量 那是 它的开灯 对不对 P平方 C平方 M平方 C四四方 对不对 当然 你可以把一些东西 你可不可以更进一步的下去更快 当然可以 它可以的名字 正负 根据号 H bar 0 C 0 K 0 因为P平方 因为P平方 H bar K 再加上M平方 C四四方 到这边为止 看起来都没有什么问题 唯一会有的问题 也是 能量有正有负 OK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它所呈现的是什么 A negative Energy 你看看 对于那个古典的例子 非相对论的例子 非相对论的例子 质量 永远永远是正 我们质量没有负的质量 我们要么就是0而已 它不会有负的质量 速度可以是正还是负 但管它 可能是平方 或是四四方式 通常都是平正 也就是说 在我们非相对论的状态里面 或者是古典里面 我们的能量 都是由正的开始 对不对 你还计算老师的禁止能量 就是我M0C平方 算起来我的能量还真大 对不对 所以有肥有也不错 卡到位更多 但是问题是怎么样 我永远都是正 但在这里面 它搞出负的出来 但是负的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呢 说实话 我比搞不清楚 它代表什么东西 因为在量子力学里面 我们可以在两个state当中 全质量 也就是你可以找正的能量 全质量叫负的能量 那什么叫负的能量 我们都搞不清楚 什么叫全质量 它负的能量呢 这个是让我们很难 思考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大部分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它会得到一个什么呀 就是 负的能量 负的能量 11点50分才调查 是现在要 10点50分 到10点50分 到10点50分 9点50分 9点50分 OK OK 等会一下 我先把东西发一下 今天呢 为了让大家了解 几个equation怎么样 我们这边呢 我找了一笔笔一笔 发给大家 大家先把它拿着 来 先穿一下 当中我们的讲义 这样呢 大家就不用 操了个半死 打完之后 剩下的呢 再打给我 OK 好 那我先正停一下 先让这个 这边的学弟呢 来 四名 四名 来发这个问卷 请大家回答 回答完之后 我们来继续看